唐三回到史莱科学院 撞到四元素学院前来砸场子 小爷当是谁呢 原来都是老熟人呢 怎么着 当初输给我们不服气 今天特意过来砸场子是吗 好久不见了马红俊 哟小五也在 你们史莱科学院其他人呢 火舞的目光直接落在小五身上 看到小五牵着唐三的手 不禁眉头皱了起来 他可不认识改变了形貌之后的唐三 心中第一反应是 小五移情别练了 冯小天 少跟我废话啊 今天你们这么多人 到我们史莱科学院干嘛来了 要是砸场子的话 我们兄弟接下来 划出道来吧 我们四元素学院 受到天斗帝国皇室邀请 将迁到天斗城 大家都是熟人了 今天我们这不是来打个招呼 当初我们在那届全大陆 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上 虽然输得有些不服气 不过我们还不至于过来找茬 只是你们史莱科学院的学员们 非要认为我们是来砸场子的 我们也没辙 我呸 你们不是来砸场子的 为什么硬传我们史莱科 就是还打伤了我们门外轮持的学员 那只是个误会 是我们的小学员一时冲动而已 误会 那我们要是把你们学员的人打了 是不是也算误会 不服气的话 你们就叫上史莱克七怪 跟我们打一场就是 谁输了 就向对方赔礼道歉 小五 真的是小五 三 这怎么回事 小五这是怎么了 看上去不大对劲啊 唐三用只有他们几个 才能听到的声音说 机缘巧合 我得到了一件天才地宝 给小五吃下去之后 她的身体恢复了人心 应该算是彻底脱离了瘦 只是恢复了 只有小五的身体 现在的小五 没有灵魂 只有一些的灵魂 三哥 你别难过 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 身体能恢复 以后灵魂 也一定能 说得对 我也坚信整天 好了 我们先处理眼前的事 别让外人看了笑话 怎么 你们史莱克奇怪 胆怯了吗 霍五 想怎么比试 你们说就是 我们奉陪 痛快 看样子 你们史莱克奇怪 人不全呢 戴木白 唐三和朱竹青都不在 我们也不占你们便宜 就野出四个人 跟你们打一场好了 你们看如何 三个人吧 小五需要有人照顾 那我们就三对三好了 走吧 双方六人 在场地中央面面相对 霍五看着唐三 脸上顿时流露出一丝 厌恶的神情 我们要战的是史莱克奇怪 而不是闲杂人等 连唐三都不明白 活五这厌恶的态度 其实是为了他 看到他和小五在一起 活五在为唐三 眠不平呢 当然 活五肯定想不到 眼前这个青年 就是唐三 你俩有什么事 这就因为我看着你 是你 有什么事 你俩有什么事 对我说你 我看着你 对我看着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